啊好悶啊 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啊 有什麼可以做啊 真是悶死人啊 啊 你真的好悶啊 在家裡 不如我們 做個小手工呢 好嗎 有做小手工 前幾個星期才剛做完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 踏入三月 即將是我們2022年 首次 不是應該是這一世 首次三月進行的 暑假... 冷靜一點吧 放暑假當然﹖和大家做一些玩具 一起玩過才 hell 會很開心 要做什麼好呢? 先生,你有什麼意見? 哈哈,放什麼啊? 暑假,現在又不讓他去游泳 又沒得去海灘 還沒得看電影,唱電影 什麼都不可以做 那放暑假來做什麼啊? 啊,氣死人啊 我快要包啦 咦,這個先生 你這種情緒很適合做我們現在的小手工 嗯,我們今天做一個小手工 很適合這些同學仔 又沒得考試 又沒得去街 還沒得去玩 那家裡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做這個小手工 好,這個小手工 很有趣 不過我們這次預備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 氣球 氣球也要注意的 氣球不可以買很長的 那些 太長就不太好 那就是窄窄的 或者是中間很肥的 那些,好像漏斗型 那樣,就是水滴型 那樣,就是最好 那這個就是好一點的 那顏色方面呢 大概夏天 那邊的顏色 都是一些開心的顏色 是不是? 紅色 白色 黃色 黃色 橙色 那些都可以的 那你自己挑選一個開心的顏色 好,跟著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要 一顆 好像石春那樣的一個物體 我就選了一顆玻璃柱 上面還有一顆 深深型的玻璃柱 都有些重量的 那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摘住一個重量的 那你家裡沒有玻璃柱的話 如果你家人有養金魚 養龜仔 種植物 你可以去問一下 那些家人 看看有沒有一些石春啊 玻璃柱啊 或者大顆一點的石頭仔啊 那些都可以 不過記住呢 它要平滑一點點 如果不是呢 它有些尖的角在這裡 那它就會 刺爆那個玻璃的 所以這也是非常之重要 圓滑一點 還有一些重量 那大小呢 大概是一個 一元 五毫至一元 差不多 那樣 不要太大 太大個你就 有些複雜的 待會你就知道 有些多複雜的 所以就選了一些 有些重量的 那一粒就可以了 一粒就可以 搞得好 好 那我們開始了 我們首先呢 選了一個顏色 我選綠色 綠色 綠色很開心 好 接著呢 還有一支麥卡筆 沒錯 要氣球 石春 還有一支麥卡筆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就可以玩 這個玩具 好 首先就是把那粒石春 放進去玻璃裡面 這個呢 這個動作呢 有點複雜的 首先要打開那個 用手指 撐開它 接著可能要讓人幫忙 把那粒石春 放進去裡面 小心 放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那粒石春 很多尖角就不太適合了 所以我剛才說 全部都要圓邊 好 我放進去 放進去 好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要按住 這個石春 位 拉直 拉行 整個 氣球 拉行它 拉行它 做什麼呢 拉行到一個位置 啊 你覺得它快要爆了 先扭一下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要打個裂 打個裂 哇 打個裂 剛剛好卡住在這個邊這個位置 然後拉直它 好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粒石春 放進去 所以不要太大粒 太大粒 你放這個動作就會 就會瘋了 因為你塞到太難 做不到的了 一定要叫你媽媽幫忙 好 弄完之後呢 這粒石春已經打了結 是不是 還有一個部分 好 接著 反 它 這粒石春 放進去 即是要打開這個位置 然後放進去 對 沒錯 那就是 氣球呢 就由外面變了進去 那就掉進去 OK 明白嗎 OK 好 接著 最重要的 那你可能 這個環節呢 要叫爸爸媽媽幫你一起做 好 我們等一等 好 排好一點 先 OK 哇 真的黏到實 好 好 好 接著 有氣就吹 家裡平時都沒有什麼做運動 是不是 可能你的心肺功能都有些問題 所以 在這個時候 就要測試一下你 究竟是不是好不好氣 剛才我吹過一次 就吹到差點雲 因為沒有什麼做運動 那是對的 知道嗎 好 千萬不要學我 好 來了 那我們就要吹一下 吹的時候 可以拉長一點吹 比較容易 嘩 嘩 嘩 有點雲 很多星星 很多星星 好 再來 努力 我只是做了少少 要一個長度 都要 拿定 拿定 橡筋 嘩 很難趣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好 不要緊 我們再來 我先拿另一個 先拿一顆 所以 真的 哈哈 哈哈 是不是嚇一嚇呢 好 我們再來 我拿另一個 唉 真的搞這麼久 好 當我弄完了 吹醬完了 吹醬完了 吹完之後 拿個 拿個 橡筋 綁回結 因為 打不到結 唯有用橡筋綁 這樣就綁緊 它 就沒有氣了 那 綁完之後 我們 就可以 變成一個球 變成一個球 它很特別 它就是 好像不倒翁一樣 那 我們可以上去畫一些公仔 那 我就畫了 十字架 記住 我本來開頭想 就想要貼一些紙 可以 本來想著 就已經 現在 我先給大家看得清楚 先 拿住 拿起來 拿起來 它這個 可以倒翁 因為我裡面已經放了一個 石春 好 看一下 它怎樣 弄它 它會立刻 站在這裏 看 很有趣 上面可以畫公仔,我之前打算是貼十字架上去 大家試試貼十字架後有什麼不同 貼了十字架後跌倒了氣不翻身 為什麼呀小朋友 因為太重了,所以我們選擇用畫面的方法 然後畫上去,它就不會有過份的重量 它仍然可以跌下去,起身,跌下去,起身 成為一個很有趣的筆倒翁 這個筆倒翁有什麼意思呀 如果我說十字架,即是說十字架怎麼打都不會跌倒 神是很厲害的,神是一個很有信實的 他仍然不會跌倒了氣不翻身 即使是他在復活節道死了,但他都可以幾天復活了 三天復活了,所以他的能力是很強勁的 如果你有一點情緒,很不穩定 你可以看一下,看著這個筆倒翁 你就會玩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例如你可以畫一些人的樣子上去 你可以打他,他又跌回身 你打他一下,他又跌回身 你打他一下,他又跌回身 你打他,怎樣也不能跌倒 這樣也很有趣的 你可以在家裏做一個小手工 你可以舒緩你的情緒,支援你的壓力 做這個東西都做了我一天 已經一個早上了 所以你可以整家人一起去幫忙做這個小玩具 小玩意,也可以增進家裏之間的感情 好的,我們暑假應該會再見 不知我什麼時候再見 不知下次有什麼好玩的玩具 下次見,拜拜 我去玩了,不妨礙你了,拜拜